字幕提供 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前幾天 有關於新界西北地區的 選舉論壇 在電台做的選舉論壇 三個候選人 大家互相指罵 其中周浩鼎和田北辰 喊家愛得最厲害 周浩鼎說田北辰做二五仔 誰知道在今天另一個論壇裏面 周浩鼎向田北辰鄭重道歉 為何會說完之後鄭重道歉 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我看見今場選舉的 本質是什麼 當時大家中地問題在爭辯 其中一個候選人罵 做過九鐵管理局主席 扶貧委員會的委員 做到很久的田北辰說未能夠落實貧窮和交通踏塞的問題 田北辰認為對方答非所問 交給周浩鼎要求他回應 周浩鼎說完之後田北辰的回應說很失望 你們兩個候選人都是答非所問的 周浩鼎當時馬上發瘋 就打斷了田北辰的發言 他說你不要說答非所問 我真的一條問題都不再回答你了 因為你是做二五仔 今天有一個敵人 非建制派的 那個就是 新思維的 非建制派的 王俊朗 今天有一個敵人是非建制派的 你不去 問他新思維非建制派嗎 我真的不知道 他花時間來搞我 你幾次論壇都是這樣 周浩鼎 形容田北辰是劇場派 在黑暴的時候 做二五仔去搞警察 不斷討論民生問題 遮掩他二五仔的醜鬧 周浩鼎 很憤怒 不斷指責 田北辰是二五仔 說他騎場派 田北辰 一直都是這樣的 很少說在公眾場後發脾氣 雖然他是富二代 比較氣定神閒 你不要露氣了周浩鼎 你說我騎場派 騎場是道理的場 周浩鼎說你不知醜的 你騎場覺得自己沒有問題 田北辰的回應是 當每個人都說我錯的時候 就證明我做的事是對的 這個就是 前幾天 在電台的論壇裏面 大家互相指責的對話 周浩鼎 說完田北辰是二五仔 大家就坐定在剝花生 誰知道今天 周浩鼎竟然 在另一個電台的論壇 向田北辰 鄭重道歉 當時周浩鼎是這樣說的 他說 跟田北辰說 早前我太激動了 回了一些黑暴的舊市 我向阿田你鄭重道歉 我覺得挺好笑 即是他 他怎麼說呢 說他當時沒有品 鄭重道歉 田北辰說 周浩鼎今次知道自己 闖禍了 民建聯也相當重視這件事 違反了北京的基本期望 希望今屆立法會選舉 是君子之爭 田北辰說當日論壇 自己只是要求周浩鼎和對手新思為皇進黨回應 有關地產商 參與私人居屋的意見 理論上是給你位理想 拋個問題給你發揮 到現在不知為何周浩鼎會有這麼大反應 又作為議員要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緒 如果今次我們香港政治要搞人身攻擊 對香港一點好處都沒有 現在關鍵就是 周浩鼎說 向田北辰道歉 田北辰說我接受你的道歉 永遠做錯事道歉一定是對的 田北辰說了一個關鍵 今次的做法就是 周浩鼎這樣攻擊田北辰 是違反了 北京的最基本期望 希望今屆立法會選舉是君子之爭 我說很好笑的原因是甚麼 怎樣反映到這個 立法會選舉的本質 第一 這個選舉 所謂的非見就是排給你入閘的 全部都是花瓶 大家都知道 但是 都不是完全百分之一百 他們不怕自己會輸 譬如你今次在 這個所謂新界 這個西北的選舉這個論壇 大家都在爭 大家都在爭 有些是說你贏我輸 雖然未到 你死我亡 你贏我輸或者我贏你輸的地步 大家都在爭 在這個所謂的有競爭裏面 建制派自己鬼打鬼的情況下 都要是 搶奪那個 票員 如果大家 完全是開放的選舉 已經是篩選到不得了 同質性 也是很高的 如果 開放的選舉 在同質性的選舉下 大家可以有競爭 靠他自己 這個政綱等表現去贏 這次周浩鼎為何會 那麼激動呢 原因是 因為他都怕自己輸 雖然 輸的機會都會很小 問題的關鍵是甚麼 問題的關鍵是 要擺出姿勢 中央有個期望 叫這群人不要互相攻擊 又有競爭又不想互相攻擊 又有所謂的君子之爭 即是怎樣 怎樣才叫做 阿田先生 你其實 服務新界西 以前來說 相當不錯 政績也很好 我想請教你一件事 你做九鐵主席的時候 有甚麼心得 這樣問 做訪問也不會 甚麼是君子之爭 這個 很難拿捏 而且放車周浩鼎 老實實 你有多少料到 你自己的表現是怎樣 連建制派都笑你 在UGL事件中 和梁正英打龍通 你說25仔自己是百分之百典型25仔 於是 他說完25仔之後 我覺得他回去被人訓話 真的被人訓話 如果不是 以他的性格 他不會 在公開場上 去別人道歉 是被人訓話 你現在想死 雖然 我們這個選舉不是搞清一色 所謂有競爭 下了命令 不可以做人身攻擊 他已經滿肚火了 周浩鼎 覺得 你田北辰 有時又這樣 有時又這樣 我就不指你出來 因為他的選民 周浩鼎的選民 其實大家都是 頭大沒有腦 老大生草入水 全部是生草入水的選民 他一定要 指揮棒打去哪裏 你就要去哪裏 田北辰就變成你的敵人 我在論壇上 還不是用這個方法攻擊你 誰知道原來 不是 他爺爺是不喜歡的 要很和諧的選舉 在這個情況下 幾乎只是 訓令他 要他面壁思過 就沒有辦法 一定要去道歉 我的理解 在框框裏面進行這個選舉 你沒有辦法不道歉 田北辰當然是牙斬斬 你還要搞人身攻擊 你做議員要注意最後一個情緒 對香港那些有沒有好處 老老實實 周浩廷 他 做議員的 質素有多高 水平有多高 情緒有多好 是不是 民政有多厲害 大家心中有數 簡單地說 他有多少資料 大家都知道 他教擦鞋上位 雖然他 是 所謂做律師 大家有多少資料 大家都知道 他在立法會所說的事是怎樣 大家都知道 他的行為表現 他的品德是怎樣 大家都知道 所以 你 說完出來就要道歉 多麻煩 當時你想 你做什麼 為何要這樣攻擊 田北辰 另一個人我想說的 這個很有趣 就是 所謂的民建聯的新星 梁熙 早前 他就是 在這個選舉論壇裏面 有關於港島東的交通問題 答到一口袍 然後說了幾次 爭取 西灣可地鐵站 西灣可地鐵站已經存在了三十多年 港島東的線 他還要爭取 這個也是非常好笑 然後他就 出來解話 很多建制報紙都幫他解話 其實呢 我是說這個小西灣地鐵站 不過當時 十秒快問快答 我腦子就想了那件事 然後口子就說了那件事 真是不好意思 一時情急就說錯了 其實我是說小西灣 這個出來補獲 已經有很多人跟他補獲 民建聯的新星 剛剛在網上流傳一個 瘋傳一個圖片 圖片我這樣看應該是選民收到 他們的宣傳 也有的 候選人都會記宣傳單 作為自己的簡介 港島東 香港島東 一號 梁希 英文叫Edward 年齡36歲 大家都知道他是富二代 老爸地產商 他是地產公司的行政總裁 英文是CEO 政治聯繫民建聯 DAB有他的電郵地址 以及他的網址 這個就是網址 然後宣傳裡面 他穿了一件紅衣 一罐那件紅衣 他的招牌 梳到頭很高 然後 拖著一個婆婆的手 應該是一個類似公屋的單位外面 擺姿勢拍了一張照 那個 Postar 寫著 民建聯DAB 服務港島東29年 選情嚴峻靠你一票保住一席 民建聯DAB就是那個標誌 服務港島東29年選情嚴峻靠你一票保住一席 那些網民就傳這個圖片 這個人36歲 服務港島東29年 他七歲開始服務 還在大尿的時候就開始服務這個港島東 選情嚴峻靠你一票保住一席 這個人恥笑他 繼爭取西班牙地鐵站之後 繼續說自己七歲開始服務港島東 當然 你的宣傳單章可以這樣解話 他有可能會出來解話 其實不是這個意思 是民建聯服務港島29年 不是我服務港島29年 可能會這樣解話 但你覺得他有沒有誤導的成份 我覺得絕對有 你可以這樣解話 不過 說設計這張單章那個人 就應該打屁股 打沙大阪 你這樣就惹人 自焦嫌疑 認屎認屁說自己36歲服務港島東29年7歲開始服務 你是誤導人家 雖然你可能是說民建聯服務港島29年 那為何要設計這張單章你刻意去做 還是不刻意做錯了 我就不知道 如果你說 你說 爭取西灣港地鐵站 是一時口快一時口誤 應該是小西灣你出來解話我斷你 算你解得通 不過你連續說兩次 然後那張單章的設計你自己沒有看過 不是我36歲的時候 怎麼服務港島東29年 你說民建聯服務港島29年 我三歲的時候就已經是 自願服務港島東 你應該這樣寫 或者還沒出生 還有一條蟲的時候 就已經是服務港島東 在老爸裏面 不是在媽媽的肚裏面 你這樣寫 你這樣就能服務大家 我為何會 這麼認真地去說這一班 忠誠的廢物 那個表現 其實 很多人說是很浪費時間 是不是 用這麼多篇幅去說這件事 其實我也覺得自己浪費時間 不過我覺得這個好笑 將來 未來這一屆的立法會就是這一班人 無論誰選到 水平都是差不多 就是這班人佔了立法會的主導地位 這班忠誠的廢物佔了 他們幫我們做什麼呢 他們幫我們做的就是包括 所謂的監察政府 向官員提出質詢也不要緊 大家都是請貓尾 重點是什麼 重點就是通過這個法律 以及 用我們的錢 怎樣使用我們納稅人的錢 上一屆立法會 那 上千億的錢 是火速全部通過了 是我們納稅人給的 財務委員會主席 還要財務委員會 陳健波 很自豪 我們今年 財務委員會 效率很高 通過這個撥款 大哥 立法會做什麼 監察政府 很慎重用公帑 通過撥款效率很高 作為自己的政績去宣傳 現在就是這一班人 在立法會裡面 然後這屆 立法會會做什麼 23條立法 他們可能會火速通過23條立法 作為自己的政績 就是這一班 水平極低 無論IQ 或EQ 都是完全不行的 對於這個地區事務又不認識 中央事務又不認識的 所謂的建制派立法會議員 在立法會裡面 怎樣用我們的錢 怎樣通過法律 去困住香港人的民主自由 人權 法治 香港人的悲哀就是這裏 其他人 用盡方法不讓他選 所謂篩選的機制 資格審査的機制 然後告訴大家 這個選舉不是搞青一色的 是有競爭的 然後出來 這班水平極低的 腦子進入水的人 就霸佔了這些位置 不單之鬥很高的人工 鬥很高的人工 有限錢 但以千億計的公帑就這樣 被他們通過了 綁住香港人的 人權 民主 法治 自由 這個法律就是這樣通過了 香港人的悲哀就是這裏 除了笑之外 還要哭 看完這些 為何我們香港 慘到這個程度 就是要這班人 去管我們 現在我們面對 香港人面對最無奈的現實就是這樣 你說這班人會不會 激發你們的投票意欲 你自己想 暫時經到這裏 支持我悲藏 支持我心靜有快樂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我們下期待 我們下期會 我們下次見 還是兩邊 quote 是 就 帶魂 李 其實 老師